这个菜团子 粗粮细做 皮薄现大 不但符合滴汁要求 也满足了你的口感 饱腹感还强 是瘦身人士的首选呢 小白菜洗净 烙水 捞出放入凉水中 粉丝泡一下 烙水制软 放入凉水中 玉米面粉备好 粉丝捞出粒水 切碎 小白菜捞出攥下水分 切碎 鸡蛋打入碗中 打散 蛋液炒成鸡蛋碎 虾皮洗净与处理好的小白菜 粉条 鸡蛋 一起放入大碗中 加入花生油 蚝油 搅拌均匀 将混合物 取适量 钻成团 我这有点干 小白菜的量少了点 可加些小白菜 融一团 放入玉米粉中滚滚 手再钻钻 面团有湿度再放入玉米面中滚 重复三次 滚成自己满意大小 就可以了 这是团好的 开水上锅 蒸八分钟 关火 停两三分钟 开盖就可以了 成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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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品图